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最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要帮你理财再次升级 在中秋节过后 相信大家工作该做的还是要做 那这个股市呢 该还的债还是要还 该怎么说呢 因为在中秋期期间 其实全球股市也受到中国恒大消息的影响 所以也下跌了蛮多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 费城半导体在中秋节期间跌幅有将近3.7个百分点 也算是蛮重的 所以台股今天跌2个百分点 还算是OK啦 还算是相对可以 好 那暴风雪 这个恒大的暴风雪该怎么看 也是今天会跟大家讨论一个重点 毕竟大家知道在全球经济现在越绑越紧密的情况下 一个地方的地壘爆炸可能会有一连串的牵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恒大的中国高收益 在垃圾债指数显示 这殖利率已经暴涨到14.28% 所以这就显示投资人已经在抛售像恒大 这样的高负债企业的债券 所以殖利率才这么高 因为你价格往下 这殖利率才会攀升 相信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恒大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交给数字来讲话好了 过去5年 房地产的投资总和占中国GDP13.5% 而且这是有统计的 大家应该常常对中国的东西有概念就是这样 这是有统计的 如果你把相关的营件承包 相关产业都包进去的话 GDP可能还要再占比多一倍 也就是将近三成这样子的一个水位 所以我们看到香港股市恒生地产指数在20日这一天跌了7% 现在也是受到恒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恒大会不会对台股相关族群有一些怎样影响 也是今天会跟大家解析的重点 好那讲完了这个跟房地产相关之后 毕竟台股还是一个以电子股为主 而且半导体族群占比非常重要 所以一开始阿格力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刚刚念到费半跌了3.7% 那台股跌了2%相对来说轻了一点 有还一点但没有还那么多 就是因为台股真的是很多的半导体 那讲到半导体最近国际上的消息呢 就看到这个格罗芳德 只要60亿美元要扩散 上礼拜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三星要扩散 然后英特尔要扩散格罗芳德要扩散 然后他还吸手高通要进攻5G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领域 那他这60亿里面主要花最多是40亿在新加坡设厂 主要是扩散这个12寸晶圆的一个产能 预计每年会增加45万片 那其他的20亿呢分别投入美国跟德国 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除了他扩散以外 毕竟你扩散就代表说你的产能提升 对台湾的晶圆代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以外 就是他吸手高通要进展这个5G RF设计的开发 所以这对台股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说一个详细的解析 好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技术分析王子阿信 嗨大家好我是阿信 第二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产业教练 白玉宏白老师 大家好 好那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盘式 今天的盘式可以说是一开盘 我研究率了我就准备睡觉 因为昨天喂奶我也比较晚 早上一看也不用看 手上只有自己的持股 只有一支是比较好的 叫做王家那个掌停板 但是这也是很偶然的事情 因为中华电信入资 可是如果回到台股 我们对照这个中秋期的几天 其实美国股市也跌的蛮凶 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非成半导体 跌了128点 那纳斯达克也跌了435点 普遍来说只有道琼相对的抗跌一些 不过也是跌了800多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台股 今天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所以16917已经失守万期了 所以接下来该怎么看呢 我们先请阿信老师来帮我们解析 OK好这样讲台股现在就是面临的三件事情 过去现在跟未来 过去就恒大事件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是在中秋节的时候 大家看到各个网路媒体全部都在 在产的恒大破产之类 那现在呢现在是什么 今天晚上的FOMC的会议 就要讨论就是关于 缩减购债规模这件事 好烦喔每个月都要讲这件事 对每个月真的是每个月都跟那个 没事每个月都来一次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未来还有什么 未来还有是美国的债务上限 这个等一下再来讲 首先先来谈一下这个恒大事件好了 现在很多人都把恒大事件 比作像是雷曼兄弟那样子 想说啊会不会我们又跟2008年的金融海啸 又发生一模一样的情况 阿信在这边先跟大家说 这个可能性实在不大 不大 实在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看喔 当时雷曼兄弟他们是搞了 一大堆的衍生性商品 搞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 问题是恒大这件事情 目前来看其实就这么多 那你说他会撼动中国的经济吗 我相信会影响 但是他不会把整个中国给拖垮 那你去想一件事嘛 当时雷曼兄弟是把整个全世界都拖垮 那现在一个恒大他连中国都拖不垮了 你觉得他会拖垮全世界 我还记得雷曼兄弟的时候 我身旁也有很多人都有买 都有买相关的产品 可是恒大倒是没有听什么人说 真的都没有 真的其实还好 那恒大其实买很多的是在一些投资机构 因为恒大当时他的配型比较高 所以很多投资机构会去买 所以说散户也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算是 相对少数 那再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是说 其实可以发现恒大这个世界 它是突发性的吗 其实不是 不是 恒大其实不是突发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 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前 阿信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中国的经济 好像有点问题 那时候我还记得阿信讲中国经济好像有问题 我很有开始在下面拴 那个一堆在拴 说中国经济哪有不好 对现在看到了吧 看到了哈 中国经济有没有问题 有啊没有问题 怎么会出现这个 中国经济它确实是出了一点问题 那当然这个问题 你觉得中国会没有预料到吗 绝对有 所以恒大事件它是不是一个突然爆发 它并不是 因为其实中国政府早就知道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中国政府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在把杠杆去化掉 为什么要把杠杆去化掉 刚刚提到中国过去的GDP 是不是都很高 5% 6%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由杠杆给堆起来的 他们现在知道说 这个杠杆如果再继续下去 没错 中国的确还是能维持 这么高的一个GDP的成长 但是其实它就是牺牲了什么 贫富差距 贫着面子输了离子 对 所以他们现在要从这些高杠杆 转为什么 转为制造业 脚踏实地 对 所以他们现在做个什么 他们现在做一个转型的动作 那你转型会不会有阵痛 其实一定会 那我这样讲 那为什么这一次恒大事件 会搞得这么的惨 因为恒大这间公司 我们这样讲 恒大这间公司它投资的地方 都是一些二线三线的城市 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二线三线的城市 就有点类似我们那种股票的投机股 就你买那种很奇怪的投机股 那个飙起来当然很飙啊 对不对 因为机器很低嘛 对 所以恒大为什么它能够 能够变成中国大陆最大 就是因为它之前去投资那些 二线三线的城市 对 你看嘛 你一档股票 你要台积电去翻倍容易吗 好像今年也是蛮容易 对 但是现在来的时候好像有点难 但是你要一些那种小型股票 那种10块20块股票 翻倍 容易不容易 容易 所以恒大怎么起来 就是这样起来的 它去投资这些二线三线的城市 好让问题来了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要让它爆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在未来 美国会不会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一定会 百分之百 时间问题而已 对 时间问题而已 那请问一下 如果美国缩减购债规模 那你觉得对于房地产会有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对 所以就算恒大现在不爆 以后还是会爆 以后还是会爆 不是不爆是后味道 对 所以中国觉得说 与其现在给你美国弄爆 我不如自己先戳爆好了 还比较有面子 对 所以中国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因为他们现在就要去杠杆嘛 我这样讲 你看中国这过去这么多 这么多的动作 先是什么 打教育 像那个补习班老师 都变流浪教师嘛 对不对 打游戏 为什么 因为人民要有什么 要有斗争的 好有念书 对 你不能给我打电动 所以其实中国他们就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转型 所以你看到 像之前美国那个职工破产 现在恒大破产 你说中国会不会救 我跟中国其实救的机会不大 但他们会说什么 他们会去做个辅导的动作 就是我可以去把他烂尾楼把它盖好 那烂尾楼盖好 那或是我把他的一些资产 可以转销售出去 也可以 把他的伤害稍微降低 这个是中国可以做到 但中国会不会来救 我觉得救的机会不大 因为他们现在是要打军富嘛 那如果你就救了这个有钱人 那请问一下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 中国他对于这一件事情 恒大事件 他早就有预防 他不是一个突发事件 大家不要把像是那种 雷曼兄弟那种突发事件突然爆炸了 来去思考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他对于股市会不会有影响 会 短期的 他会有影响 他一定会有影响 对 但是他会不会去酿成就是像 当时2008年金融海啸那样子的风暴 我个人觉得机会其实不大 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单一事件的风暴而已 再来 看一下现在 就今天晚上的FOMC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大家应该现在最好奇的就是 缩减购债规模 因为升息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在这一次提出来 应该是缩减购债规模 但以目前美国的情况来说 他要缩减购债规模 其实 外界的 外界的联想是说 会在10月的时候才开始 那只是说他现在会不会去放这个 烟雾蛋出来就不知道 他会先帮市场去打预防针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晚上 大家比较关注 去看一下联准会的动向 因为恒大事件对于 整个国际上来说 影响恒大吗 其实还好 其实恒大事件会什么 会影响事件在美国联准会 他们要不要抽资金 会不会影响这些高杠杆的企业 这才是重点 所以现在市场上关注的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于说联准会的动向是如何 那再来未来 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 美国债务上限 哎哟 这个有趣的 这个 我跟 跟大家讲白话文就好了 什么叫债务上限 这个债务上限没有通过会怎么样 美国会 美国政府就关门了啦 如果有一点年纪的投资朋友应该知道 美国政府在过去已经都关门了数百次了 对每一次大家都拿这个来讲说 啊美国政府要关门 对他们的确会关门 的确会关门 但是关了好像两三天之后就打开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假装关一下就对了 对这个就是有点老调重弹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对于股市有没有影响 还真的有 还真的有 大家想说奇怪 你美国政府整天在那边关门 你为什么这件事还有影响 对 因为他会牵扯到市场上的资金动能 他会牵扯到市场上的资金动能 所以说 现在像今天早上有个新闻说 他们把这个债务上限要延到 好像是12月的时候去表决 12月的时候表决 那在9月27号 现在民主党也要去表决债务上限 反正如果没有过怎么办 继续拖 大家继续拖嘛对不对 就是慢慢拖 所以说现在 我觉得恒大事件这个东西 其实还好单一事件 现在重点还是在于 美国关于说 他联准会他们的动向 还有说他们未来的债务上限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会 应该说比较会要关注的国际大事 好那我们知道这种国际大事之后 同样还是来看一下技术限图 那我这样讲 像今天这一根大黑K棒下跌 跟你讲丑死了 这是丑死 就是大家中秋节原本过得很开心 然后那个礼拜一看到 国际股市大跌 那脸都绿了一半这样子 然后今天一堆想说 会不会开会不会开低走高吗 我昨天看到网路上 最多的言论就是说 会不会开低走高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去想 会不会开低走高 你在操作的时候 有个重要的观念是说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操作 交给上天去决定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开低走高 但是我们要针对当下发生的情况 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判断 好比说我们看一下 这张是加权指数的周线图 如果以过去的情况来说 你可以发现过去 指数都有撑在这条24的均线上面 但是在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目前看来是破的 目前看起来是破的 你说它会不会像前两次一样 破了之后要站回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等站回来再说 我们做交易的过程是说 你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你去做什么样的判断 你不要想说 未来会怎么样 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到当下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就做什么样的判断 好那再来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这张图 这一张一样也是周线图 可是我们要用扣底子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解 我这样讲 我当股价 我这样讲股价短期上涨的动能 一定是在五周的均线 五日均线MA5之上 但是你有发现 现在的指数 它在五周均线上还是下 是下 而且从下个礼拜开始 你会发现 这一条均线它现在还是上扬的 但如果它没有站上这一条 上面这个紫色的虚线值 17209的位置的话 下礼拜开始 这个五周均线 就会下完 那如果均线下完 下完的均线就会变成是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上面这个地方 当时它跌破了五周均线之后 你会发现 12345 跌了什么 跌了五个礼拜 跌了五个礼拜之后 一站回来之后 反弹了三个礼拜 那如果现在又跌破了 那大家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上一次的经验 我们知道 一破之后 它怎么样 它跌了五个礼拜 五个礼拜都没站回去 所以在指数 如果你发现指数都 站不回五周均线的时候 当然整个盘式的压力 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再从 日线图回来看一下说 今天这根黑K棒 为什么跟大家说丑死了 真的丑死了 你看 这个是一个 颈线的位置 你会发现 今天的这一根 黑K棒 刚好把颈线的位置给跌破了 所以说 这边有个 小小的M头就成型了 那有时候 M头成型怎么样 其实不会怎么样 顶多就跌而已 不会怎么样 对不对 没有啦 但我这样讲 就是你看到现在M头成型之后 那如果说你要知道说 接下来指数要转强 当然是这个颈线的位置 这个颈线的位置 你就要想办法能够站得回去 如果这个颈线位置 还站不回去的话 那大家就稍微小心一点 当然不一定他会一路下跌 他有时候可能会怎么样 他给你那边反弹盘整之类 以盘带点也是可以 但只能说指数要转强 关键点还是在于颈线的位置 要站得上 这样才会是一个转强讯号 所以呢 阿信的综合评估看起来 目前大家台股的投资 看起来还是要保守一点 对啊 因为从技术线型来看 目前确实是转弱 而且是 看起来是有效的转弱 因为今天 这根黑K棒实在是 太凶了 那如果是要等到明朗一点 就像阿信刚刚讲的 这个五周的均线 大凡五周的均线 有没有办法站稳 再说 我觉得一个重点是 看今天晚上 联准会他们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他放出来就是资金 他资金 如果说市场上对联准会的解释 是偏向鸽派的 那当然反弹的机会就比较大 但是反弹的过程 还是要看他反弹的那个地方 警线到底站不站得上 所以呢大家还是继续收看 投资这里 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追踪 后续的一些看法 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白老师 现在这个盘式 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妙 所以我们可以用哪一些角度 去做一些预防准备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大盘的日K线图 那如刚刚阿信所讲的 他整个日K看起来就是丑死了 那这边 这边左边有一个小的M头 然后对应到这边的 右边的这个又小的M头 然后中间又有一个 有亮的一个主峰在这里 这整个变成一个三尊头 那今天收盘的时候 他又变成跌破在半年线之下 那这个短期要转强 你至少要能够再站回到月线 那这半年线跟月线之间的一个震荡 其实就是看整个的量能不能够缩住 那把大家的群众的一个恐慌的气氛 把它平滑掉之后 大家不想要再卖股票 而且想要开始在买股票的时候 他才能够把这个大的一个三尊头的一个部分 能够化解到他的一个卖压 那这个整理时间就相对的拉长 包括国际的情势 包括恒大的事情 都要慢慢的有一个明朗化之后 那个投资资金才会再慢慢再进来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元指数它还是往上涨 其实大家预期到会缩减过在规模 只是它的一个比重 以及时间的一个 开始执行的时间在哪里而已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台币贬值的状况是 因为美元指数要 美元要撤出 然后再来包括港股或者是大陆股市 他们也有一些资金要撤回美国 那这样的话整个亚洲盘 其实是相对往下走 国际氛围对台湾比较不利 可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经济情况 是还是在往上走 那就会变成说 在半年线跟月线之间的一个震荡区会比较高 所以呢 目前短期看起来震荡向下的几率 看起来是比往上涨的几率还要高 因此呢 大家在手上的资金的运用上 特别是要谨慎以对 除非你真的很有信心 不然就不要冒然进场 不然你看像今天台北股市 其实这么多股票都很激优的 但是大阪烂也就会跟着一起下跌 所以在投资上 这个除了基本面前面以外 整个市场上的风向 也是我们要特别值得去关注 好那讲到市场风向的部分 我们就不得不跟大家提 这个半导体 上周五大家还记得吗 沙尾盘 那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台积电的关系 那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 德罗芳德其实要开始扩长 投一60亿的美元 然后又要吸手高通 这个对台湾的晶圆大根 台积电以及二根联电来说 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就请我们产业教练 白老师 从产业的部分 帮我们做解析 好这边标题要看到说 半导体景气持续向上 就是因为这世界五大 台积电三星 革新就是革方德 然后联电跟中芯国际 他们都还是有在扩厂的计划 包括上礼拜的革新的这个计划 也是在那其中之一 然后再来就是高通跟革新的合作 因为革新本身是美国厂 那高通在美国的一个政策补助之下 是会跟优先跟美国的一个半导体厂商来合作 这是无庸置疑的 只是说高通的一个5G的一个高阶晶片 还是大部分都还是由台积电来制造的 所以整体的一个半导体景气是往上来走 可是台积电跟联电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现在投信跟外资的买超多很多 那如果说现在他们有一些 包括基地要结账 或者说是他资金要撤住的话 会有一些慢压出来 但不是看不好台积电跟联电 只是他们要做一些手头现金的一个掌握 包括说要因应说未来的一个基金的一个赎回的压力 如果说恒大的事情扩散开来的话 那他们要先卖一些股票来求现金 那他们不会去卖一些便宜的 或者说是还没有什么赚到的 我们看到台积电跟联电的一个限图来讲的话 他们最近怎么卖都是赚钱的 那卖股票他们要卖股求现 都是从这边来去着手的 那我们看到革新的一个执行长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未来5到10年之内 他们就是前五大 要把这个产能扩充到现在的一倍以上 才能够应付到未来的一个晶片需求的成长 一倍以上 蛮多的 对 那我们上次有个图就是这个 就是未来到2023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一个各大半导体厂的一个 扩产的一个晶元产能 它是1.1倍的台积电产能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到 看到刚刚执行长他所讲的这样的状况 其实还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的一个扩厂 直到2024年的时候 才有可能把这预估的一个 产能的一个缺口 产能的缺口能够把它拟补过来 然后我们再看到说 这个图它是全球半导体晶元厂的一个 尾外的一个比例 我们就发现说 美国 台湾 南韩就占了大宗 那现在一个投产的一个扩产的规模 台湾也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美国 那美国它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说 它不仅是在国内的地方去激励说 美国国内的厂商要再加大美国的一个投资 它还拉拢国际的一个大厂到美国投资 包括台积电 还有三星它都到美国投资 那这个是一个冷战思维 就是未来可能就变成两个规模 我想到小时候的时候 美苏在争霸在冷战的时候 连电脑都有美规跟苏规 那时候电脑有苏规啊 对 但是后来苏联就解体了 但是连武器也是有美规跟苏规 后来苏联就解体了 那美国赢了这一档 但是虽然说拜登他在联合国的一个演说 昨天的他说美国不寻求冷战 但是他现在做的是不战 但是围 所以我们看到从东北亚一直到南亚 他就是要围起来 他把中国围在里面 那包括很大的事情 可能是中国预防性的一个 自己先戳破 美国你还戳破我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话呢 在半导体的这个规格上面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 我们发现台湾在半导体这个区块 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你不管是美规或者是中规 都还是要用到台湾的半导体 都赚得到 所以我们的大哥跟二哥 其实是站在一个蛮有力的一个战略位置 自慢自得投资的一个位置 所以白老师的意思是 哥洛方的这个扩产的消息 大家应该用比较正面的角度去看嘛 就代表说整个半导体的景气的龙井 看起来是无庸置疑的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啦 好那讲完了一个产业面之后 我们就请阿信啊从技术分析上来帮我们扫描 金元这几档股票该怎么样去看呢 我先跟大家讲这张图喔 这张图是Bloomber的图 那这个是晶片胶期 你会发现这个晶片胶期现在来到多少 这个指数是一路飙呢 21周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就是这样子 Bloomber的资料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缺不缺 缺啊 缺到爆 那我问你 航运现在缺不缺 货柜缺不缺 缺 股价要涨吗 没有 对 所以这样懂吗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它缺不缺 真的是缺 我们眼前看到的数据 它真的就是缺 但你说看到这个缺 那你就要去买它吗 不是欸 就航运这样 你说它基本面不好吗 你说货柜不缺吗 缺翻了好不好 你买一双鞋子 可能要两个月后才会到我跟你说 所以说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的确我们从基本面的情况看到就是说 的确它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是影响股价的因素 其实不在于说只有它基本面 还有它技术面筹码或是其他的 事项市场恐慌心理之类等等 都会影响到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个金元三雄加利基电的限度 你看台积电 我们都是以周限度来看 台积电周限度 今天一根跳破 直接就把五周的均线给跳破 过去一二三四 过去四个礼拜台积电的股价都在这一条 五周均线上面 但你会发现今天跳破 而且就像刚刚跟大家讲大盘的概念很像 你看这个五周的扣底值到多少 到597元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 还站不回这个597元 那这一条五周的均线 就会开始转为下弯 就变压力了 对均线下弯 他是不是就变压力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联电的限度 联电比较好一点 他现在的扣底值 五周的扣底值在61.7元 股价还在这个位置是上 所以代表说均线是还是上流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他下礼拜的扣底值在这个位置 在这一条蓝色的线 超高你没有看到 超高 所以说如果在下礼拜 联电还没有办法站上这一条蓝色的 如果是虚线的话 我跟你说 下下礼拜开始 联电的均线也要下完了 那是不是下完的均线也会变压力 那再来 你看世界 世界的线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过去七个礼拜 都在这一条的五周均线上 他这个礼拜第一天就跌破了 所以说其实像这种总统 我的想法就是说 对金元代工它的确 你说它基本没有问题 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影响股价的因素真的不完全 只有基本面 大家记得这个观念 影响股价因素有非常多 你不可能说我单纯用基本面来看 就说基本面好 股价一定会涨 没有这回事 这样大家都不用上班 大家都不用上班 大家躺在家里 就是流口水上就好了 所以说其实像这种情况 你看到 像这一张世界线线的周线读 这个是下礼拜的扣 蓝色的箭头是下礼拜扣底值 绿色的箭头是下下礼拜扣底值 你会发现它未来扣底值都是越来越高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如果股价它没有办法站上扣底值的话 变成说它均线下弯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那均线一旦下弯 均线就会变成是压力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操作这些股票的话 那你等到它站上均线之后 你再来操作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讲一讲比较 投机性的股票叫利基电 其实利基电这样的股票真的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没有人找到它的资料 因为新贵的股票嘛 大家都看不太懂 然后呢 我这样讲 利基电我们不用周线图 我们用月线图来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你看到过去不管是台积电 联电世界先进 每个都涨到天上去了 那时候我记得大家都在看衰 看衰联电看衰台积电 然后结果现在他们都创新高 但只有谁没有 只有利基电没有 股价没什么动啊 对 只有利基电没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利基电的月线图可以知道说 你看喔 现在这个月 它的5个月的MA5均线 还是下弯的 那下弯的均线会怎么样吗 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它现在股价 还在这条均线上面吗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等到下个月 10月 10月 10月开始之后 它的均线就可以转成上扬了 那如果上扬的均线 是不是变成是股价的支撑 所以说我觉得 利基电在这个月 你给它一点时间 让它整理一下 反正不要跌 也不要涨都无所谓 你让它整理一下 等到它下个月之后 均线如果开始上扬 那就比较有利于它的股价攻击了 所以说你看喔 关键在下面这个位置 60块2这个位置 它不能破 它现在的情况 就在这附近 没没收 那盘整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它不要什么太大的动静 它在那边盘整 等到下个月之后 它的均线就会开始上扬 这样就会比较有利于股价进攻 好所以呢 阿兴也帮我们 从技术分析上 扫描这几家 晶圆代工的股票 那晶圆双雄部分 这均线变成压力 是大家 阿兴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啦 那如果你是比较信封技术分析人 毕竟 这三档股票 基本面大家都不用讲 都知道很好 那剩下决战的 就是用技术指标来看 那这样的操作 或许会比较顺风顺水一点 那阿兴刚刚也提到 这个利基电 其实股价也没什么动 所以呢 这个均线有机会 就会变成它的支撑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又要来跟大家聊电动车 因为在这个电子这个领域里面呢 除了半导体以外 未来十年大家看的 最清楚也觉得最是趋势的产业 目固于电动车 那电动车现在有多想 阿格丽跟大家讲 好像在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一样 真的不夸张喔 这个品牌凯迪拉克 美国知名的汽车大厂 大家应该都看过 就是总统的坐车 都是这种 啊台湾那个在棺材的也很多 都是凯迪拉克 好不好 他新型的电动车开卖 多快就卖完了 19分钟在网路上 就被抢购一通了 大家知道这个不是 这个几千块演唱会门票 这一台车要价6万美元 而且这是美国当地售价 如果你进口到台湾 这台车应该超过300万 是有非常高的几率 所以我们从凯迪拉克 以及最近看到这个 Tesla Model Y 在全世界 第四季的产能都被抢光光之下 台湾现在也还订不到 Model Y 电动车这个产业 似乎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该怎么观察 我们请阿信啊 来帮我们解析 这台车真的蛮帅的 你要不要买一台 要不要买一台 我不要 我买电动车好不实际 你要去哪充电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应该 我先讲一下 不管是电动车 或是一般的燃油车好了 就大家想说很奇怪 我们这也不是节目说 那个电动车很强之类的 怎么都没涨 那都没去 对不对 大家想到你们节目不准 我跟大家讲 其实不是这样讲 我们要看个东西 就是有 你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新增确诊人数 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半导体的重症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情况 是你有订单 没晶片 为什么 马来西亚你看 他过去几个月就发现 那个确诊人数 开始飙高 那请问一下 大家工厂停 那个人民确诊工厂停工 你要拿什么来生产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最近好像 好像很多都缺 每个都缺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这边 他们确诊人数实在太高了 但是 but 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的新增确诊人数 开始下滑了 你看他们新增确诊人数开始下滑 是不是就表示说 他们可以开始恢复生产 其实会复工了 对没错 所以说其实 应该说汽车零组件 烂了这么久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 有订单 没有晶片 所以你车你出不去 那我这样讲 那如果说马来西亚 他们假设他们 确诊人数开始控制好 他不要再停工了 那对于整个产业来说 是不是相对比较好的事情 我相信一定会 所以说我们从这张表格 可以知道说汽车 虽然说最近蛮烂的 但是我觉得说谷底 可能就在这附近 但你说他要立刻复工 也没那么简单 他可能要等到十月 会比较趋稳 但是我觉得这个附近 可能就会是一个谷底区域了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张表格 跟大家讲 这张表格就有趣了 我觉得这张表格很厉害 怎么厉害 这张表格是 美国汽车的库存销售比 跟台湾的汽车领主件的指数 那汽车领主件的指数呢 代表什么 就是股价嘛 你股价上涨 是不是大家最喜欢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股价会上涨 就是在库存低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那个导播爸爸图放大一点 已经到地下不到几层了 现在已经靠到地下室 你看那个库存 哇靠 2000年以来最低 你看到 这一条红色的线 就是库存 你看当时库存 美国汽车库存标这么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后来 汽车类的股价指数 是一路创新低 对 然后你看 在这个时候 美国汽车的库存 没有什么动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股价怎么样 出现怎么样 一路上涨 所以说 这两条线是什么 就是反向变动 你库存越多 你当然 你要跟零主件拉货的可能性 就越低了 对 你的车子都还没卖光 对 因为你库存那么高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库存是 2000年以来最低 所以 我在看这张表格的时候 这张表格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看到 很重要 你现在库存那么低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 就是相关的 汽车领主件的公司 而且汽车库存 不可能不回补的嘛 对 你看大家都以后都走路 还是大家都搭车 搭车的公司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不管说 我们以后都骑脚车 那也不是嘛 你汽车你还是需要回补 像现在滨市或TOYOTA 已经卖到没有车卖了 真的是卖到没有车卖了 我跟你说 因为大家都缺嘛 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来 会出现 汽车领主件回补库存 那只是说 这个产业的股票 现行都是乱七八糟 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盘整 但是我觉得这个产业 是我们可以留意的 那在刚刚这一题有提到说 电动车的成长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 国票投顾他们提供的 可以看到电动车 它今年的成长率 都是三位数的成长 所以说如果你问我说 阿兴老师这个 那电动车这个产业 到底OK 我跟老师OK的 因为目前看起来 成长性 成长性的确没有问题 那再来从整个汽车领主件 你可以看到说 刚刚 那个库存这么低 那未来 相关的领主件公司 会不会出现那种回补草 对 我觉得就有可能 所以这个产业在接下来 我还是会持续关注它 对阿兴刚也很有逻辑的 帮大家从产业的一个大方向上去看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拘腻在个股 现在的业绩 跟这个现行 有时候会忘记这个原因 去找个大方向 这样就比较容易判断 例如说阿兴刚刚讲到 可能汽车类股 为什么没有看到 什么营收突然爆充 那就是因为 马来西亚 你缺这块料 人家就 没有办法卖车 没有办法卖车 我这块料也被影响 对 所以这就是市场上 因为疫情造成的 有订单 但是大家业绩 拿不出来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个汽车的消费 跟餐饮有点不一样 我今天如果 因为疫情没有去某某饭店吃饭 我不会疫情之后多吃几顿回来 但是车子我现在没买 但是只要疫情 一旦对于这个产能的影响 降低之后 自然就会受到恢复 这就是阿兴带给大家的逻辑 所以电动车这块 还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 好 那讲到车 就不得不提钢铁 会不会转的有点太硬 因为车子是钢铁做的 第一个都要完 对 钢材站的 车子很大一个部分 可是啊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钢铁人 似乎都变成废铁人 废铁人 为什么呢 跟这个铁矿砂 是有点关系吗 因为5月以来 铁矿砂从高点滑落 下跌60% 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现在已经是在一年多以来 首次滑到 每公正100元 每元以下 所以中国大陆对于这个 钢铁生产的调控 似乎真的是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节目前几集有跟大家讲到 上半年 中国的钢铁生产 还比他们预期的还要过剩 所以下半年在赶进度的情况下 加上明年举办的运动赛事 你要让北京的天空干净一点 那你这个钢铁的现产势必就会更加严苛 所以铁矿砂跌成这个样子的话 钢铁股该怎么看 我们先请白老师来帮我们解析 好 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铁矿石报价7月建高点之后大幅拉回 我找一个新闻 这是7月21号的新闻 是高盛这边就发的 他里面内容就是 牛市还在持续的意思 所以要到2023年的时候 铁矿砂的一个报价 才会回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这是7月的时候的一个新闻 好那我们如果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一定会想到说 那现在1000多块 这是那个大陆的一个铁矿石的报价 当时是在13XX左右 1300多 那现在是在600多 这是一个腰整的状况 那如果是在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想到这个后面是一片龙井一片美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幅的一个下落下来 而且是在7月的时候发生 因为他们碳中和的一个政策 他们是在等于说上半年下半年去做一个检讨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 那上半年的一个产量已经超出了 他的原本的一个进度 所以变成下半年他要减产 那再来就会是变成说明年的冬奥冬季奥运 在北京举办叫北京要蓝天 那这样的话 那他是不是要从这个第三季度以后 就开始要陆续的停工减产 那如果钢铁厂他停工减产的时候 那他对钢 他对铁矿砂的一个需求就会发生改变 那这一篇的报道 他的一个假设前提是 就是铁矿砂 大陆的铁矿砂的一个需求 没有发生缩减的关系 所以他会有一个 一个报价的持续的一个硬性需求在那边 但是他发生的就是他整个都官场了 都整个我所知道 河北的一些钢铁厂 几乎都是减产一半再一半 那这样的才能够北京蓝天重现 那这样对铁矿砂的需求就整个降下来了 那他的价格就往下走 可是我们来看到 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 中钢的净料成本是不是大幅的下降 因为国际的铁矿砂价格是下降 而且如果我们从股价上来看 其实还是算相当强势 对 这边是在7月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那整个7月以后到现在是9月底 他的股价是没有跟铁矿砂是同步的 铁矿砂是整个腰斩下来 但是中钢没有 那其他的中下游的一些厂商 他就有一些个别的一个股价的供需的关系 那我们以中钢这个龙头这样来看的时候 你净料成本相对是 是往下来走 走了一半下来 那再来 中钢的盘价没有掉 他还是一个国际盘价 还是在高档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他的一个净料成本降低 但是收价是提高的 那他的获利应该是在往上来走 所以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 台湾的钢铁产业的个股很多 小钢炮的部分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他的一个盘价 还是受中钢一个报价下来 那你涨价的时候 他已经压这个盘价 对 但是现在跌价他不会跌 这是调控他的一个护价的关系 所以对中小钢厂来讲 就现在铁矿砂的一个下降来讲 会变成上肥下售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在钢铁类股族群里面 虽然钢铁指数看起来相当不错 但是里面如果你细看 再涨的或是相对抗铁的 就只有中钢而已 其他的这个个股 就像刚刚白老师讲的一样 上肥下售 下游的个股 其实股价都相当的一个弱势 好那讲完了 产业面 其实对中钢的影响 反而是成本降低之后 我们来请阿信 如果从技术面上来看 怎么看中钢 毕竟中钢也是 非常非常多投资朋友 都拥有一家公司 我记得在好像 也是不知道几个月之前 就跟大家提到 我说关于中国大陆的M1B跟M2 他们出现死亡交叉 那时候我就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资金动能 有出现问题 那中国大陆的资金动能 出现问题 影响是什么 影响就是关于像铜啊钢啊 这些原物料报价 我记得在好几个月前 那时候中央还不知道 多少钱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这个东西 反正一样下面是一堆酸命 就对了啦 什么啊你不懂啊 什么之类的 现在看起来大家觉得 什么铁光上手报价一路跌 因为其实这东西骗不了人 他就是个数据 他骗不了人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你看到这种死亡交叉 你越到年底 你知道越小心 这些就是 原物料报价出现下跌 那一样我们再来看他中刚的走势 其实中刚的走势 就像刚刚白老师讲 其实真的是相对 钢铁股来说 真的是强了 真的是算强了 很多钢铁股都跌了咪咪咪咪的 中刚算是 还算硬挺的这样子 那我这样讲说 其实中刚 这个应该说今天 这是他周线图 他这礼拜的周线图可以看到 过去股价 好像也都站在这一条 24均线上面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是什么 今天跳空跌破了 今天跳空跌破了 所以说以技术线型来说 他今天跳空跌破这一条均线 我就会觉得说 他跌破 是代表他没有站回之前 都算是转弱的情况 所以以周线的情况来说 我会觉得中刚的这个周线 这一条24均线 算是一个生命线的概念 他起码要能够站得回 那如果说我们再把 线看到五周的均线 你会发现 他跟刚台积电 联电那些股票一样 你会发现 他现在也是怎么样 也是在这一条 五周均线下方 所以说为什么说 最近很多好像大股票 都是有点奇怪 走势有点不太确定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站上五周均线 我们可以从周线的情况看到 他没有办法站上五周均线 那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要做 那我起码站上均线我再来 我不要求我可以买最低 但是我想要买的稳一点 所以说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操作这些股票 不买你会睡不着觉的那一种 你就等到站上均线之后再来 尤其是你看到 他中刚这礼拜 他的五周均线扣底值在366 现在的股价 他如果还站不回这个366 这个价位的话 他到了下礼拜 他的均线就又会转到下弯 所以下弯的均线又会变成是压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来说 还是先看一下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 站得回均线再来操作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从技术渐行上来看 阿信也提醒大家 还是老话也去看着趋势 跟着做就对了啦 不要有太多的预设立场 觉得这边可能跳空 可能明天马上会反弹之类的 因为最新的盘式确实 不知道太好 如果你在盘式好的时候 有这种想法 我想这几率 获胜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 但目前的盘式真的不是很好 那最后的节目的尾声 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投信 因为我们观察到 这个投信 已经连续7日买超台股 今天盘后的数据 还没有出来 就还没有更新 这是之前的资料 不过最近的这个加全指数 似乎是不太好 因为加全指数已经 连续超过5天下跌 周性也是连两黑的状态 但我们刚刚讲到嘛 投信其实还是买超台股 尤其月底要到 投信结账 那投信结账 你不要是被结 你要跟着他一起赚钱 那他们买什么呢 就观察到 其实锁定的包括 塑化金融 以及全产的龙头 还有一些 电子基欧股 这四大的族群 可是 这讲起来范围 还是非常广泛 所以如果要更聚焦一点 该怎么看 我们请阿信先帮我们掌描 好那塑化其实两支嘛 是台肌跟亚俊嘛 那这个就是EVA报价上涨嘛 那其实硕化就是他们 那金融就是 反正也是 那几十龙头 那其实那时候 很大致的股票 你说 大家去买嘛 我相信你要去买富邦金吗 真的 真的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去买 但如果以 上礼拜五 投信买的 比较多的话 是这一档叫金像店 其实这档股票喔 也在节目上面 真的讲很多次了 那只要真的很难做 你知道吗 都没听没当 欸不是 不是没听没当 是它太活泼了 它是太活泼 上下洗来洗去 但是 你说它基本面不好 没有它八月份 已经说了 創历史新高 那你说它筹码不好吗 其实 上礼拜五 外资投信 其实都是买超 那我们从现行来看 可以发现说 其实可以看到 过去几次 股价跌到下面这一条 72均线的时候 它都有守住 其实像 这一种的股票 我目前会 比较愿意想看 因为毕竟它没有 离下方的均线太远 而且股票涨到听上去 像大家可以最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像今天好像是润泰拳跌停 那些股票是不是很高 所以最近的情况 是感觉有点 在杀那种高档的股票 像前几 上礼拜五的时候是联华也大跌 所以说最近像这种高档的股票 偏离均线比较多的股票 我个人的操作是先避开这类股票 那我会去找的是什么 找距离均线不会太远的股票 所以看到金像店 它上礼拜股价一根拉起来 但你会发现它还在均线附近 所以我就会觉得它距离均线不会太远 那不过要注意一个地方是什么 像我们刚刚看的都是还原的限度 那这一张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限度 一般的限度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除全息前一天的收盘价 它除全息前一天的收盘价 是72块9 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股价打到这个位置都掉下来 大家可能想说已经填息了我就先跑了 对填息我就卖了嘛 对不对 我不想跟他耗了 但所以说如果股价假设 之后要突破的话 假设之后要突破 所以关键是在于说 除全息它前一天的收盘价 72块9这个位置 它到底能不能够占的伤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会判断的关键 好那最后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白老师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恒大 那对国内的金控类股 会不会影响 这也是很多金融春股 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个影响 好我看到这标题下来 恒大危机对国内的金融业 是占无影响 为什么我们从银行证券跟保险 这个金融三业来看 这个是我们国内的管理 金管会来公布的一个机构 这个数据 它的复选部位其实相对是低的 甚至连保险它是零 零啊 对那就表示说我们对于 国内的金融业对于恒大的一个债务 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我们也没有买它的债券 也没有买它债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都是他们就是国内的一个就是 一个基金在做买卖的 然后我们台湾的部分 对于它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没有在这个上面 那另外呢 我们国内的保险业 也没有去投资它的房地产 它的二三线都市的一些烂尾楼 那些是没有投资的 所以说这整体来看的话 金融今天金控股跌的是蛮多的 那可能就是跌说 那是不是又是金融风暴 又是雷曼兄弟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整个来去客观的看数据 它的影响性是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话 对于防御型的一个价值来讲的话 我们国内的一个金控的一个价值是浮现的 如果你今天是往下来走 包括国泰经也好 富邦经也好 或者说台信经也好 那他们今天都是一根跳空的缺口往下来走 这好学生考烂了一次成绩 那这个就因为他刚好拉肚子 这个部分的话 就不是他自己本身实力不好的状况 对很大传染 对啊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在 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说 国内部分的一个传统农产 传统的一个龙头股 比如像台尼亚尼 水泥业的这一块 最近好像也涨蛮很多的 那它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说因为第三季第四季 中国的一个水泥的报价是往上来走的 他们进入了一个房地产的一个营造的一个旺期 哇 那我们再去想让恒大的一个浪尾罗这个状况 包括他们的一个房地产商 会不会开始就缩减它的投资 好像有点矛盾 对啊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下一波的一个 打压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从它的一个铁矿砂铜价 然后到它玻璃 那再是不是就到水泥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失误下来 那我们看到之前它低桶也涨过了 然后钢铁股也涨过了 然后再来台拨也涨过了 那在海逆亚尼现在要涨起来 是我们该要去买呢 还是要该去卖呢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做思维 因为它报价市场有涨就有跌嘛 那如果后面它支撑的需求没有上来的话 那往下走的机会是不是比较高 那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对啊 所以如果总结来说你是喜欢 比较稳健型投资的朋友呢 刚刚班老师提到金融股 或许是大家可以多加参考的 毕竟原物料类股这个波动 其实是没有人料得到 这个月跟下个月跟下下个月 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特别是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原物料公司 毕竟中国的这个政策影响 是超乎我们在台湾的各位能够想象的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风险上的思考 相信今天节目大家受惠也蛮多了 那总结来说今天就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短线上台股的情势还不是非常明朗 或许多庭看厅 补充自己一些产业 是建立自选股市 现在比较顺风顺水 能持赢保泰的投资方式 好那你如果喜欢阿克力的投资责给力的话 别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 订阅投资责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